喂 喂 喂 谁呀 吵死你 喂 亲爱的 昨天早上的事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拿家里的事情罚你 喂 我一直觉得你很聪明 可一遇到你那个家庭的事 你就变得不那么聪明了 对不起 乔 我保证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你起床了吗 是啊 我已经在喝咖啡了 跟一个大碗经纪人 抱歉打扰你了 但是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吧 我听着呢 詹姆斯先生 今晚 我想跟你约会 那我可就当你答应我了 穿得漂亮一点 跟我一起去参加晚宴 遵命 詹姆斯先生 一会儿见 我先不服个手 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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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行 你在开玩笑吧 来位 所以今天在宴会上你出尽了风道 不知道找来多少双嫉妒的眼睛 那么 我今晚的表现满意吗 满意了一半 为什么 另一半是我们的约会 而且才开始 我不喜欢一半 来 亲爱的过来 别让我抓到你 赶快 赶快 我简直不想出门了 那就别去了 好 那可不行了 太多的事情我得亲自处理 明天还有一个你们国家的演艺团队 过来交流演出 我正在捂死一个精通两国语言 又懂行的翻译 可时间太紧了 我一时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人 要不要我帮你推荐一个 请吧 我就这么进去 是的 我我我看起来怎么样 很好 行行行行 请进 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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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艾薇 我俩关系特好哥们儿 兄弟 我的兄弟 兄弟 我听艾薇说 你也是格林大学的学生 对 但是我已经毕业了 你毕业后准备留在美国发展吗 没有 我现在还没有工作 而且也没有绿卡 我这个人做事 一向是公事公司是私 如果这次的翻译你能漂亮地完成 我会考虑给你一个正式的工作机会 太 太感谢了 我 我 我在一家旅行社工作过 有工作经验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其实绿卡并不难拿 只要你能证明 你确实能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我 我 我 这太不敢相信了 詹姆斯先生 我我太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为你工作了 能为你工作了 男生 兵人